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朝时尚 曲爱玲呢 今天带大家来的这个地方 看起来非常的高级 没有错 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很多的朋友喜欢吃锅物 那刷刷锅其实我们也介绍过 但是非常优雅的刷刷锅 顶级的桌边服务的 这种刷刷锅你尝过吗 另外呢 还有这个水族箱 可以挑选最新鲜的产物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和牛是直送的哦 那很多的朋友 如果听过文华东方当中的 淡马家是不是定不到位 今天爱玲带你一起来品味看看 今天明朝时尚 来到文华精品 淡马家刷刷锅二馆 最让人惊艳的就是 耗资百万定制的 蓝海光鲜百宝箱 讲究原生水质和温度 保有珍贵食材的活力 客人可以直接挑选海鲜 让鲜活滋味耀然入锅 今天呢 那当然来到这一家刷刷锅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自己 可以来挑选喜欢的海鲜 在我身边的师傅里有处 Eric Eric 你好 你好 安妮姐 可以告诉我这个百宝箱 我觉得我看到它的感觉 就是它的泡沫 真的是非常的活灵活现的 在这里打着 是不是这个泡沫 可以让我们的海鲜 更能够感受在海中的这种感受 是 吃一分钟上万颗的气泡 然后打造它们在原生环境里面 所生长的同样的水质 同样的温度 然后依不同的海鲜 分配它们的生长环境 我们林命群董事长 他就是为了让客人进来 然后在这个光鲜亮丽的水旅箱里面 挑选自己所喜欢的海鲜 那依我们现场的师傅捞起来 给客人直接当场看 然后就是当场料理给客人 所以新鲜度有 而且它每一个原产地 它们都是有特选的 今天师傅 你没建议我们 就是要选哪一个呢 今天就先捞松叶蟹 给您看一下 好啊 对 现捞 好大一只 是 我们进的话 都是以一公斤为标准 一公斤 对 松叶蟹上 它们身上都有黑点边 有什么特别的象征吗 这是因为它们的原生环境 那它们那边的海域的水质 干净又清澈 然后营养又高 哇 好大一只哦 而且可以看到它非常强而有力 今天呢我想可以看到 这不同的产地在这百宝箱当中呢 又有这么棒的一个养殖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 等一下下坡的一定是最新鲜的熊猫咯 那我们就谢谢Eric 谢谢 谢谢 现在就要开始今天美食的重头戏咯 产地直送的严选和牛 澎湃丰盛的食令综合海鲜拼盘 都让人惊呼连连 今天来带大家一起来享受 这所谓非常优雅的刷刷锅 坐在我旁边呢 就是我们淡马家的经理 Neo 你好 雪姐 你好 是的 我要先恭喜一下Neo 就是我想淡马家 真的是做得非常有声有色 从去年开幕 我就听到很多的朋友 已经在讲到就是有多好吃 然后这么快就已经有二馆了 其实淡马家它原本是我们 文化这边要创立火锅的品牌 那我们特别去跟日本的淡马屋 这个肉商来做配合 那我们希望说从淡马屋这个肉商 可以直接拿到最好最新鲜的和牛 来满足各位消费者 对 所以其实来这边用过餐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它在和牛上 它的油花的分布是漂亮到这个 已经没有办法去挑剔它 但是很重要的这所谓的和牛直送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背景所在 所以就会拿到最新鲜最好的 Quality的和牛 那当然其实在整个空间来讲 我想这日式的这种剪纸风格 延续在这个空间当中 那二馆有没有做一些稍微小小的调整呢 二馆其实有在做稍微做调整 是因为说我们在各个用具上的设计 材料的选择上都会比原本的本馆来更好一些 譬如说我们整个桌面的食材的选用 也是用花岗盐 那另外来讲餐具的选择上来讲 像这样子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盘子 它是17公分直径的一个大盘 那主要就是说和牛的片数都是比较宽大 那如果是比较小的碗它可能会满出来 那于是我们就选用这样的一个器皿来做直升装 所以我想在很多的细节上都有特别的去量身打造 每一个细节都take care of到 那当然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刷刷锅当中 汤头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戴马甲当中的这主推的两个汤头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汤头就是纯日式的汤头 是我们日本的顾问他特别去调制 由蔬菜然后鸡骨跟大骨去熬制 之后它有另外一个汤头是日高的昆布汤头 跟煎鱼节去做调和 两个汤头是1比15的一个比例 然后去调出这种日式的清汤 然后这是我们的日式昆布汤头 那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泰式汤头 泰式来讲它比较像是香茅 番茄 柠檬 像这样比较重口味的 那主要是针对海鲜的一个食材去做搭配 比较适合 桌上我们可以看到摆出的酱料一字排开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像这边的话有大蒜 然后有我们的辣椒 葱 还有我们的萝卜泥 这比较属于日式的风格 对 我们一开始想要建造的是比较日式的风格 包含了用料 酸麻酱 柚子醋 然后整个汤头 所以日式风格比较古的现在 稍微喜欢的风格是健康 比较没有那么多油 不是那么的咸 在那的摄取上不是那么超亮 听说有这个桌边的服务 是的 没有错 因为优雅的刷刷锅 怎能让这个优雅的女士坐在这里刷呢 所以我们就要请到我们非常优雅的服务生 来为我们服务了 是 好 所以这桌边的服务的话 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流程 像现在准备的柚子醋 它就是用日本的柚子 然后搭配台湾的柠檬去调制而成 它主要非常适合去搭配就是 海鲜 蔬菜 但是我们因为是淡麻家 我们特别选择淡麻的和牛 它也很适合搭配和牛 其实一般来讲是这种所谓酸酸的 这种醋味的或者是这种柚子类 柠檬类都会属于海鲜类 可是搭配上肉我觉得也是OK的 确实 那当然胡麻酱 做饭都是沾着所谓的肉品类 对 那胡麻酱有什么特色吗 胡麻酱也是日本古文它 第一 它把日本正宗的胡麻酱带进来 那另外它调配是日式的吃法 它里面有放了姜 洋葱 我刚才就觉得说 它比较有这个辛辣的味道在里面 另外它有在台湾稍微试一下台湾 消费者的口感 所以它特别有加了一点点的豆腐乳进去 是这样子的 原来它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刚才我吃的是跟日式的传统的 胡麻酱的味道是不大一样的 既然我们的菜盘就要上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菜盘也是切得非常漂亮 这是几人份啊 这个是双人份的菜 这个是双人份啊 对 怎么这么多啊 我们特别选用离山的高丽菜 被排到的玉米啊 被排到的山药啊 像是这样的一个食材 对 现在其实在吃刷花锅 很多人都重视这肉呢 可能吃得筋 那菜呢 可能要吃得多跟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菜盘呢 看起来就非常的澎湃 所以小姐们看了 其实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尤其是在蔬菜上头 它放入汤头 它也是增添它的风味跟甜味 是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生 马上就可以呈现出来 这是我们的海鲜盘 这也是两人份吗 这个是我们今天海鲜盘的套餐 那主餐 它包含了像是有龙虾 我们的红肉梭 干贝 然后花枝 还有南非的鲍鱼 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里头有很多的海鲜类 是我们一般在不错或等级高的 抓到锅里也没看到的 我们在准备海鲜盘呢 希望是呈现最好的面貌的种类 那特别是选用我们活的龙虾 菲律宾的花龙 还有红若梭这样子的线流鱼片 然后南非的活鲍鱼 呈现给消费者是一个新鲜 然后一个好吃跟健康的概念 然后特别还用那种装 一种日本生鱼片的这种 快木盒 才能整个展现出来 摆盘的这种感觉 对 是很奢华低调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來我可以看到 這就是直送的和牛 大家可以看到 上頭的這個油花的分布 是不是很美 而且剛才你講到 它的這個片數非常的大 通常和牛的片數是150克 但是我們給到是250克一盤 和牛特別的部分就是說 它的油脂的分布 它是介於75%以上 那油脂來講的話 含有豐富的Omega-3跟Omega-6 這類的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是很凍的一個狀態 但是它等一下到 差不多40度左右 就開始就是會融化掉 那我們講和牛在吃的話 香氣是來自於油脂 甜味是來自於肉 然後你們可以試試看 迫不及待 我現在幫艾琳姐服務的 就是我們的日本和牛 然後這個蛋麻牛 冰附餡的蛋麻 是個鼎鼎大名的 可以看它的油花 是非常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我現在的水溫來講的話 也到達說大概80度左右 那我現在慢慢把它下去 你看到油脂融化了 油脂開始融化掉 真的好的和牛 40度 油脂開始融化 好 好 所以像這個的話 我們大概是要煮多久 大概3到5秒就好了 看它的油脂融化 就需要有一點粉紅色系 對不對 對 大家可以看到嗎 艾琳姐 妳要小心 因為它油脂融化 其實很燙 好的 是不是很漂亮的 我先去原味 好綿密的那種口感 入口結化 非常容易 而且它的那個肉香是甜的 剛剛我講就是說 香氣是來自於油脂 那甜味是來自於肉 那日本這個丹麻牛 它品質是我們跳過最好的 而且它是有這種 非常柔軟細嫩的感覺 確實沒有 真的 非常非常的細膩的肉脂 所以像這個一般的話 就是除了原味這樣吃 就已經很夠味 因為它有這種 buttery牛油的味道在裡頭 是這個香氣 由它的這個油脂出來的 那其實吃原味就OK了 那一般你會建議大家加什麼 剛才你說的這一個柚子 沾芝麻醬是最 我們講說最原始 然後最傳統的吃法 那在這邊我會 因為油脂多的關係 我會建議可以試試看柚子醋 柚子醋來講的話 更能增添它一個風味跟香氣 這一片真的好大一片喔 所以我們特別調這樣的餐具 真的 好 我們這是柚子醬 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油膩的感覺 它會有解膩 而且它提升它的甜度在裡頭 是的 沒錯 真的很棒耶 好 我們這個海鮮盤裡頭的 海鮮的選擇非常的多 那我想在這裡的話 一般的消費者都不曉得 該怎麼樣去著手 那我們請我們的Neo呢 我想他是專家嘛 來幫我們服務一下 那建議怎麼樣去煮這些海鮮 好 沒有問題 我現在幫安姐示範一下 好 先去煮吧 那水溫上 我們稍微把它調成小一點 因為海鮮其實不需要到大湖去烹煮 所以我們能夠保留它的鮮甜 我們先示範的是這個 Fairing的花龍蝦 可以看它的肉質現在是晶瑩剔透 因為是剛剛才處理的 其他用一點芥末 用一點醬油 就是一個生魚片的翅膀 是 那我們現在下鍋 其實剛才我們在挑選 我們的產物的時候 我們就有特別提到它 就是它煮起來是非常脆 甜 是 它的肉質 比較起來會比像是波士順龍蝦 波士順龍蝦它帶有兩隻熬 它的肉來講 它比較沒有像花龍蝦那麼的脆 對 口感來講比較沒那麼甜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食材 不管是魚肉或是龍蝦 它烹煮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有一些專業度 所以這些專業的事實是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的 這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龍蝦好了 好 其實時間也不多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龍蝦的顏色 全部都已經轉換成熟的肉 哇 而且它的外殼顏色也變了 好 試試看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它肉煮好之後會整個爆彈出來 真的 炸出來了 可以試試看原味或者是說蘸一下芝麻醬 原味就很鮮美了耶 什麼都不用加喔 也不用沾醬油 也不用沾醋 剛剛才從魚缸抓起來的 而且非常的鮮甜 真的 而且它的這個肉 真的是有一種脆的口感在裡面 好 那再芝麻醬加一點點 好 好 怎麼這麼好吃啊 天啊 這龍蝦真的很厲害 接下來我幫忙看比較 我們的南非活鮑魚 南非活鮑魚 對 所以它是剛才是新鮮活的嗎 對 它... 而且我們師傅會用那個 我們叫做它的切法很特別 對耶 你看它的切 切割的手法就不大一樣 主要是因為讓消費者 如果是自己燙的話 也不會燙到說過熟太老 或是咬不動的狀態 就是傳熱就是比較均勻一點 確實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下鍋 它其實燙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鮑魚應該也是屬於脆的口感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燙出來的 對 其實它也不會太厚 是 因為有一些鮑魚 其實我覺得肉太厚了 反而你會有一點膩的這種口感 吃吃看它的口感是非常鮮脆 它跟我一般吃的鮑魚不大一樣嗎 確實 我們特別去選過 這樣的尺寸的鮑魚 比較適合火鍋的蒜煮 再來來講我幫曲姐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日本祺域縣的大蔥 大蔥 對 很多董事長都很愛這道菜 我們現在下鍋算算看 好 另外一次我們有一個北海道的玉米 然後我們也下鍋 好 大蔥來講的話 主要是它的鮮甜味 它跟台灣的三鮮蔥不太一樣 三鮮蔥它會有點嗆辣的味道 但大蔥不會 主要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用點海鹽 玫瑰鹽 然後跟著和牛 更能夠品嘗出這個大蔥的風味 那北海道的玉米已經可以了 這麼快 是的 但它是屬於像水果玉米一樣甜嗎 甜度會比水果玉米更高 這一般我們覺得水果玉米已經很甜了 水果玉米有甜味 但是它少了這份香濃的氣息在裡頭 是的 所以它的甜度也是佳 然後再來它的香濃的氣息 有點像在吃玉米濃湯的口感 很香耶 它有點像是在吃... 蘆筍 對,蘆筍的感覺 是不是 有一點蘆筍 但是它又有一點蔥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它的甜味 對 是包含著歐洲很多那種 三月份產的那種甜乳筍的口感 真的很特別耶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甜點 這個甜點據說 不是我們日式風格 而是法國來的風味 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叫做BABA BABA 對 它是法國的傳統甜點 那主要來講就是說 用發酵麵糰去浸著萊姆酒 然後都會做成像這樣的小蛋糕 這個麵糰本身裡面是 我們有設計 有接骨木花還有茉莉花 這樣會品嘗到花的香氣 然後夏天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一個柑橘醬 來襯托出這個 所謂酸甜之味 然後在火鍋之後 能夠有一點像解膩的感覺 甜點這個部分 我們特別也是請了一位 我們會在日本學荷果汁 就是特別來設計 那顛覆以往就是說 我們一樣是紅豆、末茶 這樣比較乏味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帶給最後一個驚喜 一個情報點 那個特別一個完美的結尾 反而就是一個完全顛覆你所想像 而在最後呢 可能就會讓你拍手叫好說 真的是讚不絕口 讓你意猶未盡 好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NEO的介紹 謝謝 但是最重要我想今天的體驗呢 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希望所有的朋友 可以自己親自走一遭 謝謝 謝謝曲姐 謝謝 謝謝 帶馬加刷刷鍋二館 擴充美味空間 豐富的套餐 特調的沾醬 以及專業的試食師 完美呈現高規格的安心美味